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我是哇噢山西雜獲的小光叔叔 今天小光叔叔要介紹一個全新的單元 叫做哇想要問 的第一集 那就是我們會收集我們在蝦皮上 或是在Facebook或者是在我們的粉絲團 或者是IG 官網大家會問的一些問題 那這些問題呢 我從這邊影片會開始一一為大家解答 那我們也不用說到時候 還要再傳連結給你們可以從影片去觀看 不管一些 拆妝 顏色 差異 或是說你覺得這個產品 哪邊有問題 你覺得不滿意 那我們都會把它拍出來給大家看 接下來是第六個問題 這是網友的問題 有人在留言說 Hoda的金石跟柔石的 丁縫漆手機殼 非常非常的不好用 因為它的鏡頭會磨到 所以小光鼠去借了一隻 真的手機 鏡頭有沒有低於手機殼 基本上是有的 不過它因為不明顯 所以說大家如果擔心這個問題啊 會磨到啊 那之前小光鼠也有拍過影片 如果擔心這個問題 大家可以去選擇 星油盾的這一款 就是有鏡頭保護蓋的 那所以我們沒有另外說 推崇說哪一個好哪一個不好 我只能說如果你需要鏡頭保護 那麻煩你就是選擇星油盾這一款 不過它就沒有辦法把你的 手機殼 手機的質感 顏色顯露出來 星油盾沒辦法 金石的是可以 那因為材質不同 設計不同 所以東西就會不一樣 那這邊小光鼠鼠可以為大家 保證的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在我們的賣場 購買凜縫漆的金石 或者是柔石 的部分 只要你在這個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有買過 那用不管在什麼賣場 私訊我們 小光鼠鼠會額外寄一片 鏡頭保護貼給大家 就要記得喔 那之後出貨不會有 我們就照正品去做 因為我們摸是 這樣摸就很明顯是有高於鏡頭 那如果你對這個東西很care 就是選擇星油盾有鏡頭保護 那上一支影片 小光鼠鼠有告訴大家 有這個保護殼 跟沒有這個保護殼好壞 可以到資訊卡去看 這個內文 那就會知道說 你需要怎樣的選擇 OK 那我們接下來就進入下一個問題囉 接下來是第七個問題 也是網友的問題 大家會跟我說 犀牛盾的 襪取保護殼 跟HOTA的極限貼 竟然沒有辦法共用 告訴大家 到資訊卡看 這個影片 會有非常清楚的教學 那這個商品呢 有一個組合優位價 大家如果有興趣 也可以到我們的下面賣場去看一下 OK 那我們接下來下一個問題 接下來是第八個問題 第八個問題 就是關係到 又是犀牛盾 其實犀牛盾 大家的小問題真的比較多 沒關係 小光鼠這邊 還是會不厭其煩 為大家一一的解釋 就是為什麼犀牛盾按鍵 會有點像鬆鬆的 有些東西會這樣鬆鬆的 齁 主要是因為拆裝的關係 會造成你這個按鍵會批發 因為有些人裝的方法不對 那小光鼠這邊也會為大家介紹 怎麼拆裝 另外呢 你如果單買按鍵的部分 它是三個短的 一個長的 為什麼是三個短的 一個長的 你們可以回答我嗎 告訴大家 還是小光鼠告訴你們 好了 一個部分呢 因為以前舊的型號 從iPhoneX以前 就是從 6 7 8 這幾個型號 它的音量鍵跟電源鍵是一樣大顆 所以說你買這個的話 它就可以 三個小顆就可以共用你舊的型號 那 新的型號的手機 可能就是從iPhoneX開始 XXS 系列開始 以後的 全部都一個 它電源鍵比較長 所以會多一個長鍵 這個小顆的音量鍵了 之後就可以變成 如果不小心掉了 或是說 哪一天用一用 它可能有刮筍就可以直接替換 就等於是做一個UBI 那如果說你是舊的手機型號 那如果換新的型號的話 你可以按鍵拆下來繼續共用 這次都是可以的喔 接下來進入第九個問題 Hoda新的這個防水噴霧 它的用途跟保存期限 防水噴霧的部分啊 你只能噴布料 就是纖維類的 衣服外套 鞋子 褲子 包包之類的 千萬不要拿來噴 比如說有些人問小公主 我可以噴後照鏡 這樣就不會 就會防水啦 就不會起霧 不行喔 安全帽也不行喔 它只限纖維類的 布料類的 就可以用 另外呢它的保存期限是 五年 所以大家買一瓶可以用非常非常非常久 那小公主這邊也會告訴大家說 買了防水噴霧要怎麼使用 第一次 噴在你的鞋子上 噴了之後呢 用那種吹風機 冷風稍微讓它吹乾 最好這個動作持續三次 那之後如果你有再持續在穿的話 只要再補噴一次 那效果會持續最長 那盡量在通風處使用這個東西 OK 那我們進入最後一個問題囉 接下來是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第10個問題 那這邊小公主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BipPlay的手機殼 要怎麼站立 然後 要跟大家講 BipPlay手機殼有分新版跟舊版 那舊版的話 因為它的按鍵有那種攻殺問題 會造成音量鍵不好按 如果有跟小公主買的人 記得喔 要跟小公主聯絡 小公主會寄個全新給給大家 舊的那個殼 你們就留著使用就可以了 那這邊小公主教大家 如何站立BipPlay的殼 還有兩個站法 一個是 把這個扣環 扣在這個凹槽上面 然後放著 它就會立住了 那如果覺得直立 沒辦法 那我們用 橫的也可以 一樣喔 就不用動 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 就可以當另外一個支撐架 那另外呢 小公主也有賣它這個 背帶 那這個東西怎麼拆呢 其實很簡單 那如果不知道 BipPlay這個東西怎麼拆裝 這邊 資訊卡 也有我們拍過的影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喔 那如果對 BipPlay這個手機殼的使用 或是有任何的問題 記得也可以跟小公主講 不管是留言 Facebook 都可以 接下來呢 是進入最重要的時間 哈囉大家好 我是瓦山西找獲的小公叔叔 現在又來到 大家最期待的時間啦 就是片尾的抽獎 這是全新的單元 叫 哇想要問 就是台語的哇 小妹們 所以我們現在抽獎的方式 會跟之前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你們在留言處 一樣打hatch tag 打哇想要問 那你如果說 剛剛小光叔叔 有地方沒有解答到您的 你也可以直接把問題打在上面 如果說已經解答完全了 那記得幫我打小光叔叔 我沒有問題了 記得一樣要幫我訂閱 按讚留言並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